大陆富二代到威尼斯度假 疯狂写拼 女孩们随便挑 数十万的名牌包包跟服饰 看似好麻吉 其实暗中较劲 占利品 我只买了20袋子的东西 但没关系 当然是太棒了 我们买了 我喜欢 而且让我留言 温哥华石敬秀公主我最大 揭露被送往海外留学的 华裔富二代们奢华的生活 他们大多来自大陆 从播出以来就争议不断 女孩们爱逛豪宅 就算开价2亿多台币 也不觉得很贵 还租一晚开派体验 狂欢过后 他们连创业都互相耍心机 你像是新学生的 卓维觉得他在跟谁说话 卓维讲话很呛 他接受纽约客杂志访问时 自曝帮庸的月薪 大约等于一双名牌高跟鞋 一夜狂欢大概会花掉半个薄金包 还有过生日时 不到一个小时就喝光 相当于两个Bendy包包的酒 按亏其他女生空有名片 没有创业实力 女孩们亏人不带脏字 对于外界批评 他们炫富 有人不在乎的回应 不觉得再炫耀 只是在生活罢了 富二代的生活方式 再度引发热议 记者综合报道